令它更加香,我們待會分享一下,用推刀的方式 早餐必有什麼食,食這個去店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吹水 星星,已經交了早餐B,今天早餐B有什麼食 不好意思,不能選,沙爹牛肉麵 這一塊都是在街市買回來的,叫新鮮牛肉 牛肉是什麼部位呢?牛筍部位 牛肉差不多是最便宜的部位 大家介紹一下怎樣看牛肉的紋理 一條條的就是直紋 橫紋的就是橫紋 如果切牛肉,一定要橫紋切 這些新鮮牛肉都要跟著橫紋切 我們要怎樣切呢?用手指頂著刀 用推刀的方式 慢慢推下去,切得一塊塊 剩下,切按下 我們先切切一下 牛肉,中菜的滑牛,我們一定要切薄的 現在切到和大家分享一下,用推刀方式 推,切完,隨便拿一兩塊給大家看 室溫水,水喉水,放入水喉水,浸兩三分鐘後,大家看看 浸溫水的目的就是將牛肉纖維的血水出來 現在要怎樣做呢?用隔篩,隔了一層水 然後再下一次澀粉水,洗一洗 洗完之後怎樣?倒起來,攤開瓶水 我大約買了三十元的新鮮牛肉,再加上醃料 牛肉不要加鹽,生抽要加多少呢?大約加一個湯 加少許胡椒粉,蠔油加多少,差不多一茶匙糖 生粉,落到將近三個茶匙,薑汁落半茶匙 有很多網友問我,聖聖,其實鹽牛肉不用加食粉 我們在外面做醃肉就一定要加食粉 但在家裏就不用,不用加食粉,怎樣又醃得鬆軟呢? 就是這樣,雞蛋,雞蛋,雞蛋要加多少? 一個湯匙,即是半隻,我們現在繼續攪這些備用 牛肉,瀝水瀝了一段時間,瀝到乾身 瀝到乾身才能吃到醃料進去 我們現在就開始醃牛肉 有很多網友問我,聖聖,醃肉原來這麼繁複嗎? 是的,其實醃肉在中菜廚師來說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特別是醃牛肉,我們以前入行學師 要做一手漂亮的滑牛肉,沒有兩三年的醋藝 做不到一手漂亮的滑牛肉 現在中菜的滑牛肉都成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 為何會這樣說呢?因為現在外面很多食肆都不做滑牛肉 我們以前做滑牛肉,其實原材料不太貴 拿一塊很大的牛筋,成二十磅一塊牛筋,回來射了一塊牛筋 甚麼叫射,切斷根出來,成一塊剩肉 然後分紋理,切出來一塊塊,然後改了,切成一片片 又要洗又要瀝水又要醃水又要醃 其實就是很多工序做一個滑牛肉 現在隨著時代的轉變,外面師傅人工貴,舖租貴 做一個滑牛肉的成本,分分鐘更貴 拿一塊漂亮的安格斯現成牛肉回來 甚麼都不用攪,給少少味氣便可以炒 但我們吃一個乾炒牛可,沒有一個滑牛肉 其實你吃下去又不妥當,放一個多漂亮的肥牛 或者放一個5A級日本5A和牛,你都不是在吃那樣 因為你咬下去不同的口感 和大家吹幾句之後,開始醃牛肉 醃牛肉我們怎樣醃呢 我們攪好醃,分三次下,慢慢拿,等它吃進去 醃肉當中,醃牛肉真是最高深和最講學問 我們又慢慢等它吃,我們在外面醃一個牛肉 真是要等它吃半天,慢慢拿,這裏要拿多久呢 拿兩分鐘,落第二轉,慢慢等它吃進去 現在下第三次,落其餘的汁液都醃進去 放入雪櫃,等它冷藏兩三個小時 放入雪櫃,牛肉醃緊之際,吹乾蔥碎,蒜蓉,有少許蔥白 還有今天的主角,先生不是沙茶醬 沙茶醬,外面茶餐廳打沙茶,用沙茶醬 沙茶醬,落到一個湯匙焗,蝦醬要落多少呢 落五份一個茶,沙茶醬也要落咖哩醬 落少許,大約五份一個茶匙,調好醬膽後,放在一邊備用 沙茶醬,沙茶醬大約一個飯碗,大約一百五十毫升的水 也要調味道,鹽半茶匙,生抽大約一個茶匙,蠔油一個湯匙 老抽大約落半茶匙,我猩猩的沙茶醬偏甜,落到三茶匙沙糖 醬汁都準備好,現在看牛肉 現在差不多醬了三個小時,醬汁也差不多收拾了 這段時間還有東西要加,醬酒落一個茶匙 老抽來的,牛肉也要落老抽嗎? 對呀,等色澤更加好看些 這段時間再補一個茶匙的生粉 繼續拿兩分鐘,落兩個湯匙的油 還有油要最後落,油最後落主要目的令牛肉更加滑身 還有鎖住剛才吃進去的汁液 第一步就是燒熱直鑊 煎牛肉先 放適量的油 把牛肉放進去 現在落剛才的牛肉 大火煎30秒 煎了30秒之後怎樣? 接著反了去 務求鎖住牛肉的肉汁 這個牛肉不用煎熟,每邊大約煎30-40秒就可以了 我們待會還要回鍋 因為牛肉一過火就不好吃了 我們要煮到斷生,什麼叫斷生啊 煎熟,緊緊熟,這段時間就可以起了 好,這樣我們先起去 我們落了料頭,乾蔥、蒜肉 聞到香味之後,我們落剛才的沙茶醬 蝦醬、咖喱,落進去 這段時間我們收回小火,為什麼? 我們要慢慢將醬底 我們要用來熟,拿出小火,好香的沙茶醬味 有少許烤醬味,見到有起泡 香味都出來了,令它更加香 我們將酒放進去 哇,真是 旁邊膠都聞到 這段時間 我們落剛才的汁液 慢慢落 我們用一茶匙生粉,開了少許醬汁 我們現在就把醬汁推進去 都說好多次了 慢慢落 慢慢推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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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關火 放入剛才的牛肉 放入剛才的牛肉 拌一拌 讓沙茶醬等於熱度,將牛肉浸熟 現在有起泡,用沙茶醬的餘溫,將牛肉慢慢蒸 早餐B,沙茶醬牛肉麵,即到,沙茶醬在這裏 煮好麵後,將沙茶牛肉放上麵,跟出平的做法一樣 差不多了,一個order 沙茶牛肉麵便完成 放飯 你不吃牛肉嗎? 我吃這個,這個誰吃? 有個師兄由雞強上來,我專程煮給他吃 喜歡吃茶餐廳的沙茶牛肉的觀眾 給個like我星星,分享我的視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